这个白毛奴隶你绝对想不到他有多惨 每天都有人在肆意的霸凌他 上厕所会被恶搞淋湿 出乎贵的鞋子会被剪碎浓坏 被人殴打更是家常便饭 这是2016年的神奇动画 而会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 今天只是因为领鹰在这所学校 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于是便有三个人产生了嫉妒的情绪 开始对领鹰进行霸凌 而性格向来温水的领鹰只有默默忍受 可无底线的冷浪 缓来的却是更为残酷的欺凌 一对领鹰日常地打开主物柜 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撕得稀烂 但这些他都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那爷爷送他的凶针消失了 这是一个具有意义的礼物 当领鹰看到他那失落珍宝的凶针 被丢进马桶后 他压抑的情绪随时都会爆发 而彻底点来领鹰怒火的 却是在他牵洗完凶针后 想要离开时又一次被三人组拦住 恰好母亲的电话打来 领鹰知道这或许是爷爷即将离世的通知 但三人组却将他的手机踩碎 并趁领鹰恍惚支持对他进行殴打 而他也在随后混了过去 母亲的电话正是通知爷爷离世 所以领鹰也因为三人组 而错过了见爷爷的最后一面 在领鹰醒来后 他终于忍无可认 在日清晨 领鹰整个人气场发生了转变 他静止地朝着三人组走去 先是扭断其中一人的手臂 接着是向另一人狠狠地砸枪橱柜 然后一脚踹飞最后一轮 现场都是血迹 但领鹰终究没办法下杀手 在这件事过后 领鹰的遭遇却更为凄凉 因为他的养父养母 是拥有权势的董事长 身边的人对于七零这件事没有认同 相反觉得领鹰是一场家族权势 领鹰主境似乎并没有比反抗之前好多少 最后双方父母交涉弹河 领鹰指示转学就算了事 但事情却还没有结束 因为三连组中有一个人的哥哥找到领鹰 打算替妹妹出气 眼看领鹰就要被他们侵犯 一位叫饥饿的女人出场救下了她 几名青年完全不是饥饿的对手 而领鹰则被当成了人肉盾牌 被拿刀挟持 对方说自己的妹妹只是和她开玩笑 就被打断鼻梁 整个人还要担心受怕 而这个有钱人只是懂用关系 就能和解释放 听到这些话 一直对人摆布的领鹰突然挣脱了束缚 然后轻松打掉对方的匕首 达成诉说着自己的遭遇 被别人当成玩笑 这对她公平吗 明明错的人不是她 为什么最后反倒她成了耳膜 对方被偷人变得模样的领鹰吓到了 在还想偷袭领鹰时 直接被一脚打晕过去 之后领鹰就跟随家人转了学 还在基尔那里开始学习格斗技术 一直追求更强为自己的目标 而在被受养之前 其实领鹰是生活在孤儿院的 那时候她还有一个能保护她的好友 风香 风香和领鹰从小生活在孤儿院 二人是最好的朋友 领鹰性格诺诺 一直是风香保护的存在 风香也将保护好领鹰 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 但是一切从领鹰被有钱人家收养后 全都改变了 多年后再次见到她 领鹰的眼神变得冷漠无情起来 甚至成为最强的格斗选手 而风香成为一个四处打工的底层人物 还因为打群架被炒了鱿鱼 在一次打群架后 好不容易逃出警察的追捕 刚摊倒在地 却偶遇在跑步的一名少女 出于警觉 风香一拳打了出去 却被少女轻松接触 体力不至风香在惊讶中混了过去 再次醒来 已经在医院 打工出的老板再次开除了她 却在医生那里收到了少女的邀请 出院后 风香碎的留言地址去了 这是一所健身房 会长兼教练乐情地招待了她 请介绍 这里是专业的格斗训练场所 由自己的选手 平均年龄15岁 其中的王牌就是跑步少女爱因 其他的还有 米尔拉 里奥 可罗娜 薇薇欧 正好这时 爱因和优敏娜从外面回来 爱因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想要风香加入格斗小队 因为上次风香即将昏倒打出了那一圈 让爱因看出风香很有格斗的天赋 但这风香因为领英的原因不想参加 她不想成为领英那样高傲的姿态 便起身就要走 之后会长中岛出面 说自己需要临时工提供吃住 这对于目前的风香很有诱惑 于是便留了下来 爱因也不着急 因为来日方长 首先临时工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做陪练 对手是米尔拉 里奥 科罗娜 薇薇欧 风香也会打败这几个小孩 有点欺负人 她没想到 私人轮番下来 风香惨败 一个也没打赢 爱因从旁安抚风香 更是介绍了薇薇欧睡在上一赛季 打败了领英 并说自己能够一招制服薇薇欧 想要变强大的风香 于是接受了爱因的指导 在接下来二人的单独比赛过程中 风香用爱因教的霸王流 真的把薇薇欧打出了擂台 赢得比赛 之后风香就彻底游赛了这里 每天都情情根根的把健身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净 除此之外 每天跟随各个选手学习格斗技巧 为之后的魔法变身打下了身体基础 这与所谓的变身是指变成大能的模样 而作为天赋型的选手 变成时刻也是巨逐冲天 顺利完成 这次会长带来一个消息 接下来领英有一场比赛 邀请他们几位观看 作为昔日的侯友 风香也开始正式面对领英的挑战 于是会长就向他做了一望领英比赛技巧讲解 简单来说就是力量强大 熟练的技巧加上力量的扶持 就成了比赛技 这使得他所向披靡 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日子 领英对战的是世界排名第8的凯莉 比赛终身一向 凯莉就全力主动出击 但不仅被领英轻松躲过 接着只是一个回合就被打败 面对倒地的凯莉 领英不断没有同情 反而出言嘲讽 这次赛后的领英 好像有什么话想要说 之前她面向的风向他们所处的地方说到 自己将她下次比赛后就会迎退 在下次赛场上 希望能够和威威欧 爱因和科罗娜交手并打败他们 面对宣战 爱因他们直接迎战 并将风向故意介绍给了她 风向表示自己会以她为榜样 好好学习格斗 并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打败她 听到这样的发言 引起大家哄难大笑 只有领英很沉默 接下来几天 大家都在疯狂地训练 只是风向一直很疑惑 领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预处会长专门当地调查 领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在了解了领英的过去后 风向更坚定自己要去揍一顿 现在满眼嘲讽的领英 因为自己的朋友已经侮辱歧途了 自己一定要帮她一把 而会长为了提高风向的技能 邀请了米加亚 哈利 爱丽丝等人来做风向的陪练 在大家的帮助下 风向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还多的都祭备与赛的第一名 大赛在即 技能从而走进赛场 第一场比赛是维维欧VS阿蒂尔 维维欧率先进攻 虽然攻速没有那么快 但打败对手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第一局维维欧胜 第二局是新手赛风向和梅娜 梅娜一上来就放出狂言 而冯翔仍然以平稳的心态回应 比赛中生响起 冯翔就火速地进攻 山群两脚 在对手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就结束了比赛 最后一场是全场的重点 米娜·威耶斯领英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比赛 因为15岁的年龄 是这种赛制的最高限制 所以无论对于谁 都想要以胜利而结束比赛生涯 当比赛开始 双方各不相当 米娜猛烈攻势竟然把领英打倒了 最后更是继续保持刚才的进攻 突然 领英一个上钩拳突围 却被米娜侧身躲开 一个侧踢 领英再次被打倒 很快米娜就使出了比赛技 开始全力地进攻 但旁边的威威耶斯领看出了领英的技能 可能是在抗击防御上 也就是说 领英一直在蓄力 果不其然 在米娜开始疲惫的时候 领英开始了反攻 一拳下去 米娜开始失去平衡 又是一击上钩拳 米娜被打飞出去 想到自己的心愿 米娜稳住身体 再次出击 这一次 领英直接挡住了米娜进攻 还一拳打断了米娜的肋骨 这一场 米娜终究 还是输了 而最后一场 是爱因威耶斯 珍妮斯 珍妮斯是个重量级选手 刚开场就玩起了心理战术 在珍妮斯飞不过来时 爱因一个侧身 一拳打在对方腹部 时机顿时 失去战斗力 爱因又吸上提 直接让对方倒地 比赛刚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比赛 如期举行 经过一夜的调整 大家再次来到擂台上 第一场 是威威欧 VS领英 威威欧利用速度 开始找出对方的破绽 面对领英的进攻 也是巧妙躲过 起翻时代后 更是直接打出直击 此时的领英 已经略显狼狈 一抓到机会 一拳打到威威欧的腹部 好在威威欧 骑士到后 并且配合有勾拳 将其击倒 所以威威欧 继续摆出进攻姿势 而领英摆出防御姿态 在威威欧越来越快的进攻下 威威显得力不从心 她自此之中 也没有找到节奏 双方都来全力进攻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威威正面迎击了威威欧一拳 而另一只手 直接击中威威欧的腹部 再加上威威欧的防守失误 一个横踢 踢在威威欧的膝盖 所有一拳出击 威欧在所有人的震惊下 被击倒在地 可比赛到此 真的结束了吗 在裁判的倒手下 威威欧依靠着热爱和信念 再次站起来 即便左腿完全受伤 也不管不顾 林英再次恼怒攻击 她不明白威威欧 明明体质不适合格斗 又有优越的佳境 不需要努力 就能有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还不倒下认输 在分身之际 威威改变自己惯用的左边进攻 瞬间改成右边 林英不得不改成防守 但因为热爱和倾向练习 威威打出了10倍的出拳率 快到林英根本看不清 最后威威欧持出了自己的绝杀 这场比赛也以林英脑地而结束 威威欧赢了 但因为腿伤而无缘后面的比赛 林英也因为比赛失败 想要推出格斗比赛 任何人权也没有用 爱因得到这个消息后 决定赌上这个赛季的冠军 当林英和芳香比赛赢了之后 来挑战自己 而一直梦想成为世界冠军的林英 也因此振着精神 很快到了他们比赛的日子 一开始林英就全力以赴地进攻 一拳就将芳香打倒在地 本以为一击击败 没想到芳香却还是站了起来 在反攻的时候 使出霸王流 把林英打穿了好几个墙壁 芳香直接指着她 为了逃避以前的错误 而努力变强 根本就是软弱的表现 这让林英非常恼火 林英也只是执着于自己 只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小看而努力变强 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后悔和痛苦之中 让芳香不要再管自己 看着从小就和自己一块儿长大的人 变成这样 芳香还是希望林英 能够恢复到一望另样的笑容 于是 芳香在互不相当的前提下 开始了最后的了断 面对芳香轮回贯通了拳击 林英已经快要到一时模糊的时候 一瞬间心中的杂链突然消失了 内心深处想到了一望很久的练习动作 初次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芳香的牙齿都被打断了 芳香开始全心全意的比赛 与其说是互打还不如说是互殴 而林英在这个过程中 也找到了自己走出往事的方法 最后一拳 已经尖鼻力尖地利用了 林英放心地运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恶人也终于和好录出 片名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关于林英被霸凌的片段 但其实没有来看原片 或者事后找不到原作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番剧 但伦格的画面就让人看得挺过瘾的 更比说有林英这个角色的塑造 在报复三连组的时候 绝大多数观众都会直呼过瘾 那个时候林英可以说是踏入了黑暗 林英会变成刚好冷漠的重要原因 除了是被击瘾以外 更多的是因为她不被人所理解 以及那静暗的一夜离世 才导致她悔恨自身的武力 家庭决心要变强来保护身边的人 你感情她在被击瘾后竟然说出了一句 等他们玩腻了 自然就会收手这样的话吗 她就是这样的善良淳朴 而很多人对于结尾林英为什么要打开心扉 去接受风向以及其他人 凭什么受苦的她 会是这样的结局 那些痛苦对于林英来说 不应该是无法抹灭的阴影吗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确实不能完全感同身受 被排挤和击瘾的全部痛苦 但我认为 在不幸遇到这些时候 来理解自己 这是一个让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 复仇这个话题 永远都会充满争议 有人认为复仇会永无止境的循环 有人认为复仇是释放内心的手段 所以在这里我只去讲述林英结尾的救赎 她的身边还有风向 关于林英的变化 在我看来 她幼年的不幸 在一度获得爱的同时 却又转而失去 她立志要消灭懦懦的自己 而最直接的办法 就让自己变强 但是在变强后 她却忘了曾经 对那些被自己打败的弱者嘲讽 最后她的比赛失败 让她长久以来建立的自信崩塌 这个时候风向的出现 就是绝对的救赎 因为再次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况时 任何一个错误的想法 都可能让林英彻底黑化 而无法救赎 另外饥饿教练 那带着潜移的探望 她最早居下林英是处于善意 但随着林英的优秀成绩 让她被利益蒙蔽双眼 没有去探索林英的内心 我就想反问一下 如果可以 谁不愿意做那个被人保护的人呢 关于救赎 每个人所遇到的经历和内心 都截然不同 有人遇到了想要理解自己的 却自始至终都是封闭内心 有人却从未遇到那位 愿意理解自己的人 而该番 只是一相对美好的结局 展现出来